在上世纪的香港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 黑社会的势力日益强大 有利益就难免有纷争 当纷争不能和平解决时 唯有采取最原始的方法 那就是暴力 从事这些职业的人 行业内称之为刀手 只因他们杀人用刀不用枪 他们通常有拥有谋 机智果断 暗中帮助社团解决各种麻烦 而又能不被警察发现 其中宝哥 小春 螳螂 阿勇的四人小组最为出名 他们表面上都是酒吧老板 实际上效力于刀手集团画室人公子 13年前的一场大案 让他们在业内成为了一个传奇 他们的名号更是令人闻风丧胆 但在成为传奇的路上 他们得到了更多 也失去了更多 四人之中小春最早产生了隐退的想法 他厌倦了这种刀口舔血的生活 再加上母亲的离世 让他明白以后应该更多的为自己而活 于是他在打理自己的酒吧生意之余 开始自学英语 钻研理财 并且带着兄弟们一起买股票赚钱 此外 小春还梦想 以后能开一家高级餐厅 并且可以分给兄弟们一些股份 他想让兄弟们帮忙选一把合适的餐刀 可他们哪里懂这些 这天是阿勇生日 兄弟三人还有一众小弟都来为他庆生 他送了一个电子死点作为礼物 希望兄弟能好好学英语 但阿勇似乎并不感兴趣 他更喜欢宝哥送的蝴蝶刀 这样他做任务就更加方便 可见 除小春之外的兄弟三人 仍然热衷于这份职业 宝哥是他们之中最向往帮派生活的人 因为他深知作为刀手能给他带来巨大利益 他对内有情有义 对外因很毒辣 这种形式风格日后必定会为他招来不少麻烦 此外宝哥还有个爱好 就是每次任务结束后都会找人泄火 这次他找了一个酒吧女郎 但他似乎不在状态 这让对方很是不满 原来是他在监控中看到了自己的女友找了过来 宝哥有一个拍脱了十年的女友艾薇 可他们之间早就没了感情 兄弟们也都心知肚明 在艾薇向他们询问宝哥去向时 小春总是帮着打掩护 说他有生意要谈 艾薇虽然表面上什么都不说 但可以看得出来他心里什么都知道 另一边 几日的老板公子找到他们 给他们分配了新的任务 目标人物名叫丧尼 名下有各种豪车豪宅 但总是欠钱不还 于是公子带来了他的资料 并且先他们两周之内将此人解决掉 在认真研究过资料后他们制定好了方案 这也是作为刀手的常用手段 他们先通过海关去大陆 再通过快艇返回香港 办完事后乘坐快艇返回大陆 再坐船过关回香港 这样他们就有了充分的不在场证明 警方即便有所怀疑也没有任何证据 四人找到目标丧离 娴熟地戴上头套拿起武器冲到对方面前 干净利落地将对方解决掉之后 立即转身离开 仿佛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 甚至一根烟都还没有烧完 当晚宝哥回到家中 艾薇帮忙整理衣物时 竟然从里面掉出来了一根手指 他赶紧上前查看宝哥的手 发现没有受伤后才放心 其实担心之余他更多的是害怕 可他无处倾诉 于是便找到了小春 将自己的担忧告诉了他 原来艾薇已经怀孕了 但他不想让这个孩子 成为他和宝哥之间的负担 于是便瞒着宝哥将孩子打掉了 艾薇再次询问小春 宝哥在外面是不是有了别的女人 小春依然守口如瓶 并且告诉他不要胡思乱想 我想阿宝一定很高兴有你这么个兄弟 交谈结束后 小春将艾薇送回了家 并且告诉他 如果不开心可以给自己打电话 此时的宝哥并不知道此事 还忙着处理帮派的事务 这天正赶上死对头蛇皮生日 他叫来了两百个兄弟 到宝哥的场子里庆生 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为了避免出什么乱子 宝哥便亲自上前查看 毕竟蛇皮在这里有一点势力 宝哥在他面前也得毕恭毕敬 他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但蛇皮的手下夏飞 一直看他不顺眼 便有意刁难他 这位是接他嘴老大 老大咱然喝大杯的 宝哥只能接下 可对方一直拱火 看宝哥连干了好几杯后才满意 此时 外面还有不少蛇皮的小弟纷纷赶来 他们仗着自己老大过生日 非但不买票 还险些在外面动起手来 宝哥忍无可忍 把对方领头的小弟打了一顿 夏飞听见动静 出来查看情况 便和宝哥争论了起来 幸亏蛇皮及时出来制止 他不想在生日之前惹事 于是 并带着小弟们去了别的场子 这样一来 双方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另一边 小春等人意外从报纸上得知 他们在上次任务中杀错了人 死的人不是丧黎 而是他的双胞胎弟弟 公子这边也得知了消息 赶紧给他们组织开会 社团给他们的数期将近 并且要求他们两天之内办妥死事 他们只能再次制定计划 当天晚上 艾薇找到了小春 想让他陪自己买花 他告诉小春 自己要搬家了 而宝哥竟然一直不知道 显然 对于艾薇来说 他并不是一个合格的爱人 其实小春很理解艾薇 他也希望兄弟们能有个正当生意 但他更加明白 干他们这一行 并不是说走就能走的 很快 他们就再次展开了行动 由于有了第一次的意外 丧利也加派了不少人手 他甚至还花重金 鼓来了黑警马三阵场 马三看着钱到位了 立马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但还没等他把钱捂热 刀手们就杀了过来 他们提前打探好对方的位置 就在丧利等人踏出饭店门口的瞬间 他们蒙面持刀冲向对方 迅速解决掉了几名保镖 小春趁乱发现了落单的丧利 就在要挥刀砍下去的时候 他看到了对方哭喊的妻女 那一刻 他心软了 停下了手中的刀 可就是因为他的犹豫 让马三抓住了空隙 他一枪将阿勇抱了头 阿勇同时也砍下了对方的手臂 其余三人回过神来 赶紧上前对着丧利补了几刀 他们本想将阿勇的尸体带回来 可警察很快就赶到了 他们只得先丢下阿勇 开车离开 警方在后面穷追不舍 但还是被他们甩掉了 甩掉警察后 他们把车开到了荒野 一把火销毁了证据 警方将这次事件的嫌疑人 锁定在了他们三人之中 奈何他们早已统一了口径 警察没有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夏飞发现了女友阿琳和螳螂偷星的事 早在熟皮过生日的那一天 他们二人就对上了眼 阿琳借口去卫生间 先离开了座位 螳螂随后也进入了卫生间 一番翻云覆雨之后 阿琳淡定地补好了妆 而夏飞一点也没有察觉 如今东窗事发 再加上他本身就和宝哥等人有过节 便更加难以忍受女友的背叛 于是就以奇奇残忍的方式 惩罚了他 夏飞竟然让手下对阿琳实施了轮奸 还打电话通知了螳螂 要想救人就自己来 螳螂并不想麻烦兄弟们 便只身一人来到了这里 一进门就看到了满身是伤的阿琳 内心又震惊又悲痛 可等他刚一蹲下 螳螂被对方一脚踢开 由于对方人多 他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夏飞直接对着他的要害踢了一脚 就在这时 宝哥带人赶了过来 宝哥掏出枪 一下就将夏飞制服 吓得众多小弟没有一个感动 他让夏飞向螳螂和阿琳道歉 如今被枪指着头 也没有什么面子可言 夏飞只得乖乖照做 一边的小弟刚要替他说话 宝哥一下就让他们逼了嘴 他可没打算就此放过对方 他让手下用气枪 好好招呼了一下夏飞 玩够之后才带着阿琳离开 宝哥的重情重义 让螳螂很是感动 但小春却认为 宝哥的做法太过火了 事情闹得这么大 夏飞必定不会善罢甘休 可宝哥根本不在乎 夏飞今天这么对付螳螂 明天就这么对付你和我 小春认为宝哥想借此上位 螳螂是他们的兄弟 为了兄弟出头 他绝不会留情 但小春却好心提醒道 出病和出位只差一个字 事情的确如小春所说 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 公子也很快收到了消息 现在夏飞大肆在外面宣传 螳螂勾引大嫂 蛇皮也借机表明 对他们强烈不满 搞得江湖上风声很紧 公子本想让宝哥离开 暂定风头 可他根本不肯 我可不够避风头啊 要避风头的人是他 看来世道如今 只能跟他拼一拼了 不如直接将蛇皮干掉 公子得到消息 几天后 蛇皮要开一个会 那便是动手的最好时机 兄弟三人也都做好了 孤注一掷的准备 小春来到墓地祭拜了阿勇 还将生前买的股票 都交给了他父母 跟他做了最后的告别 晚上 艾薇约小春吃饭 还送给了他一对手链 说如果他以后开高级餐厅 一定用得上 小春表面上不动声色 实则开心极了 经历了这么多 小春对艾薇 早已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 只是碍于兄弟的缘故 他不能表露心意 但其实宝哥已经知道了 他偶然间看到了 艾薇记录生活的视频 里面陪伴他的 竟然是小春 他们二人一起逛街买花 就像是真正的情侣一样 他并没有戳破 因为相对于女人 他更看重的是兄弟 另一边的阿琳 意外看到了自己被轮件的视频 顿时羞愤难当 竟选择了从高楼一遇而下 只留下螳螂一人 对着他的照片黯然神伤 终于等到了行动这天 蛇皮毕竟是一方老大 要想接紧他并不容易 他们只能制定新的计划 螳螂自高奋勇 说可以自己当诱饵 提前埋伏在便利店 小春拍了拍兄弟的肩膀 叮嘱他要小心 可心里却总是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当晚 他们兵分两路 将车开到指定地点 等待时机 螳螂也进入了便利店 本来一切顺利 但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妇女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因为一个母亲 不会粗鲁地将车推下台阶 环顾四周 他们突然发现周围也多了很多怪异的人 敏锐地直觉告诉他们 这些人可能是些便衣警察 对讲机也迟迟没有传来公子的指令 小春当即决定 取消机满的行动 赶紧通知接应组的人联系螳螂 但恰巧这时警察查到了他们 根本没有机会传达消息 此时埋伏好的螳螂并不知情 还是按原计划行动 等到蛇皮出现 螳螂赶紧戴好头套冲了出去 可没走几步就撞上了警察 螳螂只能奋力反抗 小春等人见状后 也赶紧拉下头套 开车前来支援 可一阵火拼过后 螳螂最终身中数枪身亡 不过他一直牢记任务 拼命砍死了蛇皮 之所以行动失败 损失惨重 是因为公子出卖了他们 原来警察将他带到了警局 并且向他施压 虽然刀手们的手法一向干净利落 但警方还是从阿友那件事上 发现了破绽 再加上有一名警察被砍断了手臂 这引起了警方的其大重视 你年纪也不小了 简单的说 我只想对付那四个刀手 而不是你 公子为了自保 只能选择背叛他们 这次行动过后 只剩下了宝哥和小春 他们这才意识到了 一直以来错信了公子 不过幸亏宝哥提前留了一手 他将公子每次给他们派遣任务的过程 都录了下来 因此 他让小春将光盘交给警方 打算自己去干掉夏菲 他之所以打算单独去报仇 是因为他知道 小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那就是照顾艾薇 宝哥知道自己对不起艾薇 于是便希望小春能好好对他 他还准备了两张机票 希望小春能带艾薇 去巴西重新开始生活 与此同时 夏菲这边由于老大蛇皮惨死 他集结了众多弟兄 势必要为老大报仇 不久后 宝哥主动联系了夏菲 并且向他挑衅 夏菲文言也做好了 大干一场的准备 他带人闯进了宝哥的场子 大肆打杂 只为逼对方现身 但宝哥只是悠然地擦着刀 然后坐在车里静等时机 突然小春也上了车 他选择了跟兄弟一起承担 把玩这件事 一起去巴西 另一边的夏菲辗转了几个场子 直到天亮都没有找到人 就让他渐渐放松了警惕 将小弟都遣散了 殊不知 宝哥和小春 就在他身后跟踪了一整夜 趁对方落单之时 他们二人迟到一步步向夏菲走去 左右夹击 干净利索地将他捅死了 任务结束后 二人乘车离开 宝哥兴奋无比 话音刚落 宝哥一口鲜血涂了出来 原来他在刚才的乱斗中中了枪 就这样他死在了小春面前 小春将车开到了艾薇家楼下 艾薇看到浑身嗜血的宝哥 瞬间就明白了一切 他一时难以接受 小春带艾薇来到了一家早餐店 这是他们兄弟四人最常来的地方 他向艾薇讲述了他们曾经的往事 一时间难以自拔 说着他也倒下了 再看地上已经流了一滩鲜血 最后公子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自此香港的刀手时代落幕 其实回想起这些年的经历 并不是看起来那么疯狂 在外人眼里 他们是威风无比的刀手 身中树刀依然能奋不顾身解决目标 但其实其中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就像是小春告诉小弟的那样 刀手们不是神 也会害怕也会疼 那些曾经的传说 只不过是四个少年亮亮呛呛的脚步 这是一部小制作的黑帮题材电影 是一如既往的经典港片风格 剧情连贯情节起伏 但其中也有一些小缺陷 不过好在有演员的加持 陈小春 雷宇阳和郑浩南等人 和这类黑社会的人物的配饰度相当高 全员蔡仙的演技 很好地弥补了这些缺陷 雷宇阳饰演的宝哥 对内有情有义 对外阴狠独烂 他可以为了兄弟 不惜得罪社团大佬 也可以放弃爱人 去成全兄弟 这种有血有肉的大哥当之无愧 小春虽然一心想筋盆洗手 但他也没有放下兄弟们 他让兄弟们学英语 便于以后能好好做生意 还带他们买基金买股票 但仅凭一人终究能力有限 他越是想把兄弟们一起拉出泥潭 就越是深陷其中 就像宝哥说的 有些人注定是要吃江湖这碗饭 有些事不是想做就可以做的 多的是无可奈何 影片中有一句话贯穿主旨 其实很多东西 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 没必要去羡慕 更没有必要去强求 兄弟情意 是每一部港片 都在讨论的中心思想 虽然我们总会说 这类电影没有新意 甚至都能猜出 接下来的剧情走向 但它们又能一次次 吸引我们的目光 也许是因为我们可以 从中找到心中所向往的那份情怀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看看原片